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场上有两个大大的礼物盒 金色还有银色 依然有很多丰富的奖品 等待着每一位挑战者 还有心想的观众 依然有三位来自于我们的好朋友 第一位是我们的著名的孝心 李伟健欢迎你 第二位非常活泼可爱的草帽姐欢迎你 第三位儒雅的爱情草原的歌手 云飞欢迎三位 那稍后呢将有六位挑战者 将登台的挑战打开礼物盒的权利 三位你们将做出你们的评判 你们看到面前有两盏灯 蓝色代表通过 红色代表不通过 三位嘉宾里面有两位通过 或者两位以上通过 这位选手就有可能打开礼物盒 来赢取丰厚的奖品 我们两个不同颜色的礼物盒 其中的礼物价值非常的悬殊 有的可能就是一部大大的家电 而另外一个呢 可能小的就让你无法想象 所以我们的选手在选择礼物盒的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如果选手有幸能打开礼物盒 他也只能打开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盒子的礼物 就给我们现场的幸运观众了 大家说好不好 那现在本堂的挑战正式开始 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一位挑战者 闪亮登场 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一位挑战者 江青住了几个羊 跳响住了几个梦 十位荒凉 怎么弹出这么多 嘿嘿 别玩了 我不怕 把你的魂也流来波也落 声音发动 回音哆嗦嗦 那得那浪虫无法 回音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来男是老来男,选君别把那老人嫌,当初我嫌别人老了,如今轮到我头前哪。 轻薄起来,淋花性的照,梳一个油槽贵味香,脸上擦擦桃花粉,头顶的腌着杏花糊。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幸习中曾失散,恼恨了! 红莲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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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草门!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太吓人了,不过这真的叫孙悟空啊,孙大胜七十二遍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戏剧演员,我叫吕泽仙 吕先生刚才的奇觉之处不仅是最后那个掉头那一下 而且你发现没有,他的每一个片段都是一个人物,对不对? 根据那个人物有不同的身体的造型和表演,这其实是蛮难的 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位,刚才我们好像有点没看够 就那个头那一下 对,能不能给我们再来一下,我想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到底怎么完成的 我在这边 张磊,小心啊 我摸啊 每一次掉,每一次掉,每一次掉 都是按伤都很不容易的 你摸一下我的头啊 摸一下啊 摸住了 别,别,别,别吓我啊 我真的是他 我觉得不用投票了,真的不用投票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哇,掌声 我恐怕能把自己断了的头彩安回来的 你是除了孙大胜之外第二人了 张磊,你看我的手臂 汗毛全竖起来了 太吓人了 三位评委,你们的感觉,云飞拼命在点头,什么意思 他的节目是我借过变脸,变穿剧变脸的一个最有创意的一个节目 真的,他跟音乐,跟还有每个节目 人物造型的表演 人物造型都串联起来 节目编排特别棒 然后再加上后面就相当于变魔术一样 我觉得这节目非常好 我是非常喜欢那个节目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喜欢的节目 贵 我发现这箱有礼这个栏目好 他不仅是让你拿到物质的享受 我觉得这个精神层面的享受也非常的重要 你看刚才他这段 其实你这个一看往处一走 一摆这个架势 就让我们觉得这是京剧演员的架势 专业 一般人不会做的这么地道 而且他根据每一个人物的造型和不一样的这个角色 他要摆出不一样的造型 摆出不一样的动作 这可难了 而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而且你看他一看 那个蛋卷也出来的时候 那婀娜多姿的那个表现多好 不仅是脸变了 连感觉都变了 感觉都变了 回都变了 太难得了 因为很多现在变脸的人不少 只玩变脸 但是对了 他们跟音乐 跟自己的那个脸谱的那个造型 完全是不合一的 他完全是合拍的 所以说一看就是有基本功 特别是后边这一段 类似于魔术一样的 哗叉 就我一说哗叉 大家就明白了 因为我一说掉头 觉得特别残忍 就哗叉那一下 就让我们感觉到 这两者的结合太棒了 太棒了 其实变脸不新鲜 哗叉也不新鲜 但是把那个变脸和哗叉 一块搁在一起 就觉得太棒了 这个创意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好 好三位评委 让你们哗叉那一下 那现在请你们哗叉一下 给我们看一看 是哗叉蓝灯 还是哗叉红灯 都不用讨论 这一本 对 一切通过 恭喜你吕先生 谢谢 恭喜吕泽先生 恭喜 那泽先生 现在呢 就是你要告诉我 最后答案的时刻 嗯 场上两个箱子 金色和银色 规则我不说了 你选择哪一个 啊 那就金色吧 这么轻松 我又不知道 就懵吧 新悟空他有千里眼 可以看穿那个箱子 到底里面是什么大礼物 还是一份小礼物呢 来 吕先生 跟我们一起过来 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在开箱之前 请您跟全场观众 说出我们的口号是 打开惊喜 这箱有礼 您的礼物是 您的礼物是 哇 历史空调一台 好 谢谢 真的 其实我觉得 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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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太精彩了 这个表演 节目很精彩 对 打开箱子那一瞬间 所有人 哇 藏包姐 你把问 多少钱 这个 就是有钱 就是慷慨 我们为什么没有 你们有 最后的时候给你们 你们也想有 看你们的表现 好吧 赶紧到最后吧 节目可以省略 其他选手可以 不用上来了 是吗 好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要把一份礼物 同样送给心情的每一位观众 到底是谁 来 好 三 二 一点五 二 停 哦 是一位大姐 在哪里 来 有你 一位父母仇舍大姐 但是获得了一份大礼 大姐是在想 大奖既然拿走了 留下的恐怕也不怎么样 这是小奖这一轮 大姐 从哪来 怎么称呼您 吉林 哦 吉林 怎么称呼您 我姓蒋 蒋大姐 平时喜爱看我们的节目吗 喜欢 那我们的口号知道吗 打开惊喜 这箱有礼 谢谢 谢谢 也希望大姐 记住手势了 对 今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平台 告诉你身边更多的朋友 特别是有才艺的朋友 让他们赶紧来这里 打开属于他们的惊喜 好吗 好 来 有请 看看你的礼物是什么 来 至于今天的蒋大姐 将获得什么礼物呢 三 二 哇 电饭单排 非常好 不错 回家好好做饭 做东北菜 谢谢 今天晚上就看您的了 咱们东北的双米饭 再加上猪肉炖粉条 怎么样 好吃 好吃 谢谢 再见大姐 我觉得应该给大姐 起一个名字 淡定节 从宣布自己得奖 到拿奖 始终很淡定 第一轮的抽奖完成了 我们也看到两个礼物合理的奖品 差别大吧 所以要慎重选择 对 你选择的好的话 运气够好的话 才能跳到那份够大的礼物盒 下一位选手呢 可以说是一位高个的美女 个子比我还要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都已经一米九了 她有多高 将近她有两米吧 来 掌声欢迎这一位 高个的美女闪蓝灯塔 不是 你好 人家形容美女是九头身啊 您这比例对吗 这是最佳的身高差 最佳身高差 你的心上的那一位真的来了 现在 这好像很难 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徐小妹 今年21岁 是良云大学的一个大四学生 学什么你是 学表演 民间艺术方向 民间艺术方向 所以今天你的表演就是跟民间艺术有关系 对 那这样能不能先给我们小秀一段 可以吗 可以啊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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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她要往前 关键姑娘怎么起来啊 能起来吗 这有绅士在 嗨 其实我也自作多情 我上来干嘛 这机会应该留给顾斌啊 你真是破坏我们的机会 没眼力见 我发觉哈 刚才底下的评委当中 这个草帽姐穿的跟这位姑娘非常的相似 而且草帽姐也是来自于民间的一位高手 要不要我们请她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行 可以来试试 就是这个动作 啪啪啪 这个我没 我没 我没算过这玩意儿 来 来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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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她基本上生活不能自理了 已经 还行吧 我感觉一个高一个低 那就放开了 转过来 别着急 不行 不行 我们俩躲开了 不行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千万不要停 一停了 就会打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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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别停 别停 别翻误 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学步就是最后一定要撒手 一撒手他不会走也会走 熊身的本能 三 二 一 松手 你别紧张 别紧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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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帽 你是不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到李伟健居然在你人生当中也很重要 我感觉他就是我爸 你气死他 那他是我妈 伟健说 我就不能跟他平辈儿吗 对啊 我就不能是一辈儿 再给他个手绢让他转 你现在什么感觉啊 我感觉腿特别肿特别胀 我感觉供血不足 你现在绑紧要把人松的话就容易倒 我现在脚脖子 脚脖子是歪的 我感觉到血液都冲到了脑子上 怎么是手绢 手都疼不开 手给你这里 还行还行 草帽 不能停 不能停 不行我腿砸 我腿砸 不能停 我腿是张 好了 昌蓝 我觉得不应该草帽姐了好不好 还是来看正式的演出吧 对我觉得草帽姐现在太幸福了 我们现在都不管她了 我们来看这姑娘的演出吧 来 绿洞青春带给每个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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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 我都想把我们的口号改一改 叫做打开惊喜 这女有才 的确有才 太有才了 来 三位嘉宾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韦剑 其实她演的中间 我就想问问她 这个跟刚才那个女孩 完全是两个状态 是不一样 然后我就想 迫不及待的想问 如果你练完那个呼拉圈 你还能再说段相声吗 她抢饭碗是吗 我们也有这担心 想不想学相声 想啊 这就想收图了 对啊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再会说相声 我相信她的分一定会更高 是 云飞 小姑娘 不错 非常不错 但是我其实 我特别想看 因为你刚才上台的时候 踩着高桥 因为我知道 辽宁的海城的高桥 是在全世界是特别有名的 对 因为高桥这个动作 这种节目很少很少 在咱们舞台上 真的希望你能够多以后练点这个高桥 所以你觉得在节目的选择上 可能要更加慎重一些 选择一些更加独特的节目来打动评委 对 有没有可能把那高桥跟那呼拉圈结合起来 然后你踩着高桥 练着呼拉圈 是吧 然后唱着歌 说着酱声 吃着火锅 多好 谢谢啊 谢谢李总监 其实有点舞蹈的意思 谢谢云策划 那接下来我们曹茂导演 你有什么意见 就是我感觉 咱们李导 咱们云导 就是要求得太全面了 太多了 是不是 人家已经非常全面了 你还得让人家踩着高桥 再说着笑声 还在跳着舞蹈 再唱着二人转 哎呀天哪 你说我们干什么去 听完三位的讲话之后 我觉得这轮的 这轮的投票可能有些忐忑了 因为有两位表达出的意思是 没有展现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也许 在节目的选择上 也许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但是 最终他们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表达 蓝色代表通过 红色代表不能通过 伪剑 云飞 曹茂姐 你们的选择是 她能通过吗 两个通过就通过 两票以上就算通过 好 好吗 首先选择通过 伪剑选择不通过 伪剑选择放弃 所以最后的重点在于云飞了 云飞是第一个表达出 可能节目高桥会更好的想法的一位评委 但是你真的忍心让 我不能这样误导你 你真的忍心让顾斌伤心吗 让我伤心吗 老师 因为那个高桥是多人演的 我自己只能把一些技巧部分做了 然后就是在舞台上展现的话 我自认为就是因为 一个人我怕笑我演的时候 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我选择了杂技 下次让云飞帮你一起演 因为云飞的高桥也很棒 好不好云飞 这次就算了吧 其实我是想说的 将来你能有机会 你教我那个采高桥 所以你的决定是云飞 我觉得还是给小妹妹鼓励 让她能够将来 再次来到我们舞台上 能够更好的节目献给观众 谢谢 我支持 记住哈 这一轮唯一给你投反对票的是 李伟健 那个大声说你多棒的人 你知道云飞是怎么入逃你的了吧 太坏了 他倒是跟我说的是 咱俩一定要同盟 然后咱让这孩子 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展示 让他能有一个提高 怎么提高呢 就是不给他过 最后他卖了一个人缘 最后你这个可不行啊 林老师 不是 我刚才我说 你说啥啊 你这表现跟你刚才的 你跟我说的不一样啊 别解释了 我们起了内讧了 没见理解他吧 云飞还是单身 他要给全国的单身女性 一个良好的景象 好吗 成全他 那现在许小妹 你就非常幸运 获得了一次 打开礼物盒的机会 但是能不能得到一份大奖品呢 就需要你跟张磊去沟通一下 好的 小妹 接下来是你告诉我 你最后决定的时刻 场上有两个箱子 金色银色礼物盒 里面礼品的价值 悬殊特别的大 告诉我你的决定 你要的是金色 还是银色 我选择 银色 银色 确定 确定 好 一起来看一下 银色礼物盒 张磊说的没错 上轮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一轮会是什么呢 来 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 打开 惊喜 这箱有你 许小妹 你的礼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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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嗨力得一个 留下自己最美的身影 赶紧跟云菲去合个影 跟他们合个影 好不好 特别是刚才身受伤害的李伟健 张磊 根据我的感觉呢 嗨力得在这个台上 是一份比较小的礼物 所以说一会儿 那位观众 幸运观众 有可能会赢得一个大大的礼物 电视机 空调 冰箱等等 到底是谁 谁想要 谁想要 举起你的手 让我们大屏幕 滚动 开始 我们背着啊 快 你看我都行 四 三 二 一 停 我 哪位 一位女士 你好 大姐 赶快 来 领取你的奖品 大姐 很激动啊 亮了 大姐 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大姐 我们都不敢催你 从哪来 叫什么名字 从那个海淀 海淀 北京人 叫什么名字 韩秋云 韩秋云 想要什么礼物 冰箱洗衣机 空调 想要什么 房子 什么都想要 女婿 想要什么 想要空调 想要空调 空调 看能不能如你所愿 好不好 没有空调给你 来 再金色的 大家我帮你一下 来 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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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 公调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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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妈走好 这就叫妈了 不是你说你的儿子吗 看这里的奖品张磊 都是跟数码相机有关系 一个是拍立得小小的 一个是单反相机 这是顾宾一直的梦想 请记住综艺盛典 下面一个节目同样精彩吗 来让我们请掌声欢迎她 这两位是什么意思 一上场就赤裸上身 而且拿着菜刀来 来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王松 我来自河南 王松 大家好我叫王喜 王喜你们是两兄弟吗 唐兄弟 那今天你们的表演 我看起来跟菜刀是有关系 是什么表演的 刀山力量 刀山力量是个什么样的表演 请教一下 就是在刀上做力量 在刀上做力量 那就首先要验证一下 这个刀是真刀还是假刀 是快刀还是一把钝刀 张磊你来试一试 哇很快啊 这个刀没问题 如果对一个从来不拿菜刀的女人来说 都能笑得这么快 证明她确实是一把好刀 这样吧 先上你们道具好不好 来请上道具 好上道具 这就是刚才王氏二兄弟给我们介绍的所谓的刀山 对吧 所以你们要做的是徒步走上去 对不对 要说到这儿我想到了 经常有的时候男孩子向女孩子表白 总是说亲爱的 为了你 我愿意上刀山 下火海 对不对 这话我好像 现场的女孩子肯定都有同感 有几个能真正做到 这话我跟你说 我听云飞说过好像 云飞 听你说过 但是从来没有听你做过 那曹茂姐就说了吗 是啊是啊 说过说过 说过 不瞒你说 我当初跟我媳妇求爱的时候 真说过这句话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刀应该是多快 我们请李维金老师上来感受一下 这样吧 刀山火 这样吧 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不需要太走 这样 美剑你曾经许下过这个诺言 对 并且已经赢得美人归 那么你算是对线诺言上来 还有一位就你旁边的云飞 是还没有机会许下这句诺言 展现自己的诺言 现在像电视之前 无数的可能性 在这里许下诺言 所以我觉得二位应该上来 不同的心境 看看你们尝试一下这个刀山 是否能够真的踩得上去 来掌声欢迎二位 来 来 我先看看这个 这个有多快 你这边 你就不相信我 这边真的就这么快吗 喂 哇 真的 你可以随便挑选 一组这个刀 哇 没问题吧 这都是你随机挑选的 所以是真功夫 所以说呢 男生千万不要 轻易地许下诺言 什么上刀山 下火海 对啊 王松 你先展示一下 一点点 一点点展示 好吗 让他踩上去看一看 很轻松了 来 两位脱鞋吧 没事 而且人家毫不犹豫 脱鞋嘛 还 你看 你把他穿着袜子 怕什么 我都不嫌你脚臭 张磊 张磊 你看 云菲的表情 好 他怎么那么轻松 怎么 那个云飞 你还没有结婚 你必须要过这一关 你们觉得呢 就是这 你看 你看好吗 我不瞒你说 我穿着鞋都不敢上 张磊 说实话 在座的除了他们两位以外 没有一个人真的敢上去 因为是真正的快刀 所以真的是太可怕 太可怕了 刀刃都可以看清楚 刀刃都可以看清楚 所以张磊 我觉得也不要为难他们了 好不好 好不好 还是把舞台交给这两位 让他们来展示一下 真正的刀山力量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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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啥 非 goal of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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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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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